不是 對不起 不好意思 喂 小辰 你還好嗎 我現在 在你家小型門口 你把多聞號發給我 你走吧 不要再关我的事了 我自己解决 小陈 严小陈 怎么把针头给罚了 你这都出血了 严小陈 喂 喂 老弟 去随机那边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终于备荡 在莫辞 阮子 在我地方 此外 我懷孕了 我懷孕了 可是我告訴沈浩叔 這孩子不是他的 我懷孕了 為什麼這麼說 我如果不這麼說 他是不會死刑的 我怎麼就跟他 稱為了一家人 我不敢想像 如果沈浩他知道這件事 以後他會怎麼做 他也會難受死的 所以我與其 所以與其讓所有人都痛苦 我還不如自己 先結束這段感情 還得跟你說個對不起 他誤會我倆的關係了 但是我不能跟他去解釋 既然我說要幫忙 不管什麼忙我都會幫到底 就是我咱們讓我避兇 我來看見他 還不過是 因此我前面 你也把他去解釋 你還是要去解釋 你把我給你的眼神 你還是去解釋 你媽媽呢 小晨 你真的不会后悔吗 小晨 你真的不会后悔吗 毕竟沈胡是孩子的父亲 你要真的离婚了 孩子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好 我是知道我现在 只有这一种选择 没事 小晨 杨小晨 让星欢陪着和旧爱离婚 你可真行 小晨 上车吧 好 麻烦问一下 那个心血管科是在这一层吗 这里是A区妇产科 B区心血管科在那边 其实真的不用陪我来的 还好我陪你来了 要不然的话 谢谢啊 我都不知道你营养不良 看来最近不能让你加班了 小晨 小晨 在这边 有点多多了 有点多了 有点多了 小晨 断先生 很久不见 不见 不见 小晨 小晨 单子出来了 你看一下 喂 方姐 我跟你说啊 我现在在上海的医院看病 我看到小陈了 他生病了 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有一个男的陪着他 只是 他们俩是从妇产科出来的 我就没有上去打招呼 妇产科 男的 是不是上次他带回来的 那个沈猴啊 我看着 好像不太像上次那个小伙子 要不这样 我拍张照片发给你啊 我拍张照片 喂 妈 你在哪儿呢 我在公司呢 学会撒谎了是吧 陪你一起去妇产科的那男的是谁 我 你是怀孕了吗 不是 你 你怎么知道的 要不是田阿姨告诉我 你打算瞒我多久啊 你跟我要户口本 是不是去登记结婚呢 接了没有 那孩子是谁的呀 不是 妈 严晓晨 你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未婚先孕 你要不要脸呢你 我跟你说话呢 在听吗你 赶紧回来 从上海给我回来 把事情说清楚 怎么了 怎么了 你妈说什么呀 我妈知道了 从现在看我们整个上半年的业绩 还是不错的 所以我觉得下半年还是应该更 收到哪儿了 没什么 你休息一下准备吃饭吧 我们下午再谈 别看了 出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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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爸 我该怎么办 我到底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小陈 这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同事 刚刚办完入职 我还有个会 你带她熟悉一下 思念姐 我想下午请个假 你这两天怎么了 状态那么不好 我劝你不要因为感情的事情耽误工作 下午把事情解决清楚 明天开始打起精神来好吗 好 来 星辉 那是你位置 她叫Sindy是吧 说话像抱肚子一样 你都不知道我刚刚紧张死了 这儿 没事 你熟悉了她 你就知道她人很好了 我一会儿还有点事 我就今天不能带你熟悉公司业务了 好 没事 我忙你的 我就是想中午请你吃鸽饭谢谢你的 那就下次吧 好 李辉 这是我大学同学刘新辉 你好 见过 见过 我还有点事我得先出去 就麻烦你帮我带她熟悉一下公司业务 好不好 好 没问题 等 你去哪儿 私事 陈总 我线 我还 你会认识吗 你会认识吗 再说 我们有我们的 你会认识吗 这会认识吗 他说什么 他这个 我只要亲相する 他 你会认识吗 他们 把他认识吗 他 你会认识吗 他 他 他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大老爷们等个电梯还插队 你毫无意思吗 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 着急 严小晨 严小晨是哪位 进来吧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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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一首 谢谢啊 来 我帮你了 谢谢 谢谢 第一次怀孕吗 是 结婚了吗 李懿婚了 有人陪你一起来吗 我们是有规定的 做人流手术最好是有家属陪同 你们要仔细确认了手术同意书上的所有内容 签字之后才能进行手术 有任何后果我都自己承担 所以我自己签字确认就可以了 你还有什么疑问吗 都可以问 事关你的身体 我们也希望能够充分地沟通 避免有可能产生的一些风险 确保你在术后得到良好的恢复 我做完手术之后需要请假休息吗 当然 无痛人流只是在手术的过程当中 通过麻醉减轻疼痛和不适 但是在术后的半个月之内 还是会有可能产生一些持续出血的现象 如果你不休息好 会引起感染 甚至引发盼强炎 所以必须通过充分地休息和一些口服的药物 来促进你子宫的恢复 并且术后半个月之后 及时来医院复查 避免留下不良的影响 我最后再跟您确认一下 手术前一天晚上十点之后不能进水进食 你从昨晚十点之后到现在 没有再喝水吃东西吧 没有 好 手术同意书我看一下签个字 签字之后就可以让护士 带你去手术室进行准备了 干什么呢 男士止步 对不起啊 护士不好意思啊 我问一下 这里面有没有一个病人叫严小晨 请问您是病人的家属吗 我而他朋友 病人的隐私我们无权透露 对不起 我 lovers 对不起 我 bird 真的离开了 我老是 让你对不起 小辰 你不能这么做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看你出了公司 我放心就跟过来了 这位先生马上就要手术了 请您在外面等一下 小辰 这件事情 你一定要想清楚 别作让自己后悔的事情啊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考虑得很清楚了 我现在是个成年人 我自己要做什么事情 我自己能决定 你们快推我进去 等一下 小辰 你知不知道 我为什么不告诉你事情 因为我知道 你是真心爱在身后的 现在你们不得已分开 你不能因为一时冲突 打掉你们的孩子 你就知不知道啊 这位先生 请问您是他的亲人吗 不是 你是他现在的男朋友吗 不是 你是他体内受精卵的 精子提供者吗 通俗地说 你是他孩子的父亲吗 不是 那么抱歉 既然你无法 为他负任何责任 恐怕也无权干涉他的决定 麻烦在外面等一下吧 进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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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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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非常非常诚心地想请您跟我一起吃个饭 地点我已经订好了 时间由您来决定 我应该好好谢谢你这段时间给我的帮助 但是我们两个之间差距太大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 我在什么地方可以帮得到你 也就只能是说 谢谢 谢谢 再谢谢了 希望以后能有机会让我还给这个人情吧 一半心酸 一半喜悦 推我们到中逢的街 我们是两个半月 走一切 老板 就是因为我们家穷 没钱没地位 所以好欺负他们 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自私 我当年根本就不会调到我 我爸根本就不会出意外 是他渐渐杀害了我爸 他毁了我们一家 你为什么不经过我同意就跟着我回家 你为什么不经过我同意就跟着我回家 亏探别人一丝很好玩是吗 还是你觉得你帮过我 你就可以随便经过我的生活 这可不是之前的所谓的朋友 还是老肖能解释得清楚的吧 我只是觉得 有的时候就算你知道真相 但不一定换回来好的结果 我只想看到你开心 我不想看到你愿望 曾云其绕所有人的痛苦 我还不如自己先结束这段感情 我多不歇 我只知道我现在只有这一种选择 我才永更多危险 反着我那么痛 严小诚 严小诚 开门 严小诚 严小诚 开门 先生 请你保持安静 这里不让喧哗 我现在可以回答你刚才问我的问题 我可以对他负责任 我不是他的亲人 我也不是他的男朋友 我也不是孩子的父亲 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 我可以用我自己的人生 对他的人生负责 我现在就要去干涉他的决定 严小诚 开门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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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静一点 严小诚 先生 别人自己放弃了手术 你现在可以带他回去了 我们下面还有准备另一台手术呢 对不起 对不起 小诚 不好意思 给我们点时间 我明明已经下定决心了 而且我也知道 我只有这样做才是对大家都好 可你知不知道我刚才一躺在那儿 我发现我做不到 一次走了 你的选择是正确的 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我的选择 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的 我只知道孩子是无辜的 我只知道孩子是无辜的 我真的没有权利去结束他的生命 虽然我现在给不了他应该拥有的一切 也许他以后也会恨我 但是我现在 我只想尽我的权利好好地去呵护他 我要把他留下来 放心吧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好 你要不先去房间里面把衣服换了 我在楼下等你 不好意思啊 没事儿 他真的蛮关心你的 来 谢谢 你最近都没怎么好好吃饭吧 够二十分钟 给你做做好吃的 去沙发上休息吧 我 我帮你吧 不用了 需要帮你做什么吗 不用了 我帮你洗菜 真不用 我给你倒杯水啊 谢谢 妈呀我来吧我来吧我来切吧 没事儿我可以的 你慢点 你看嘛 那 我发现 我每次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 你都会亲不吃好吃的 谢谢 谢谢 嘴里面有东西 心里面就不会那么空了 好好吃饭营养才跟得上 你现在啊 最重要的 就是养好你自己的身体 这样才有力气 继续战斗下去 对不对 小小小啊 这难过归难过啊 但你得吃饱饭呢 你不吃饱了你怎么能去站透啊 怎么了 没事儿 来 谢谢 谢谢 小小啊 你看你这门锁的 真把自己锁上了啊 好 你看爸我给你做的鱼汤 来喝 吃 我前面是给你做的鱼汤 要再给你做的鱼汤 要说句话 联散 我没事的 但是我们刚才知道 吃饱了吗 吃饱了吗 要不要下楼走一走啊 刚好 可以送你回去 不用不用 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 我不是特意送你 就是吃饱了饭 出去散散步而已 我去吃饱了 好 那我收拾一下 你不用管 不用管 你不需要我去饱馅 不需要我去饱饱 别需要宜真 把我给你饱饱了 一一二二三 我饱饱了 都不需要我饱饱了 我饱饱了 不需要我饱饱了 我饱饱了 我不能给我饱饱了 我饱饱饱了 我饱饱饱饱了 来 来 来 沈猴 猴子 你别跑了 猴子 你来这儿 是因为还在想他吗 我只是 想来看看 何故去道个别 我原来还没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和他的感觉就像是 黑夜和白昼 永远擦肩而过 又特别像 天空和大海 虽然彼此映照着对方 但是天空 永远拥抱不到海洋 我和他是在这儿开始的 我和他是在这儿开始的 就让这段感情 在开始的地方结束吧 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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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宏 每个正面的书题 心跳的誓言爱的错觉 嘉宏 徒劳的私欺着每一条街 爱是 任何 嘉宏 依然没变 嘉宏 小小太阳 小小晕晴 小小晕晴 洋装无意从回忆口袋 逃出了想念 一路初见 青春的抑郁淡言 都值得我深陷 风险的眼泪 这个地方风太大了 别感冒了 我们回去吧 一路初见 一路月 出过遥远星空那边 两路初见 四十年 一路初见 四十年 一路初见 我来 我来 每次挫败 陪我一起眨眼 暖暖时光难免 会夹藏一些红片人的字节 红笔我们的眼 还想行走过黑夜 有明天 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心情不好 心里堵得慌 上来透透气 你每天都这么忧心忡忡的 对肚子里面的孩子不好 这人啊 有时候心情好与不好 不是自己能决定 况且我还经常决定不了 你突然想打掉孩子 是因为你妈那天给你打了电话吗 我们那天在医院 被我老家邻居阿姨看见了 她告诉了我妈 我妈就非逼我回去跟她解释 可如果我告诉我妈说我跟沈喉结了婚又离了婚 她肯定不会让我把这孩子留下来的 所以 我还不如自己做一个了断 那孩子的事情 你想怎么跟你妈说 我可能会被打一顿 然后她会跟我断绝母女关系 这样已经习惯了 但是既然我已经决定要把孩子留下来 我就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给她最好的生活 陪着她长大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单亲妈妈不好做的 有许多现实的问题需要解决 别的不说 孩子是没有父亲的 本身就要承受各种异样的眼光 要是你妈也不接受的话 光凭你一个人的爱 恐怕不能弥补她内心的缺失 这样对孩子成长非常不利 我的人生怎么那么难啊 你早晚会知道 长的是磨难 短的才是人生 所以这就是我的人生 我必须要独自去面对这些 我现在有一个办法 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什么办法 就是我跟你 结婚 这个孩子所有的问题 都不会再是问题 你也可以告诉你妈 这个孩子是我的 陈志远 你疯了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就当我有病吧 不是 为什么呢 你要钱有钱 要事业有事业 要相貌有相貌 只要你说一句你想结婚 应该大把的姑娘想追着你来吧 你为什么要找我呢 那只是一种形式 你可以当作是一种交易 交易 那交易也是要在双方都有利可图的情况下 才能正常进行办 对吧 我在这个婚姻中我能得到好处 那你呢 你能得到什么 好 那我就来说说 我们彼此之间获得的好处 首先你需要婚姻 来养育这个孩子 对不对 你要给你妈 给你的亲人一个交代 算是解决了你眼前最急迫的问题 而我 我也需要婚姻 来给我的家人 给我的亲人一个交代 让他们不用再为我的婚姻而操心 我也可以安心地继续做我的事业 所以我觉得 我跟你结婚 是一件双赢的事情 你的理由 虽然听上去都很有道理 但是我认为还是不可取 你我非亲非故的 你为什么要帮我呢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对不起 喂 妈 袁晓晨 我现在在车站 你立刻来接我 怎么了 我妈来了 她在车站 你现在过去不太合适吧 你妈现在在气头上 你还怀着孕 这万一真的要动几手来 这样吧 我先让老李 接你妈去我家 为什么要去你家呀 你跟你妈现在最好不要单独见面 有我这个外人在 你妈多少也会顾忌一些 但是我总得自己去面对这些问题吧 我现在是在为你肚子里面的孩子考虑 我现在是在为你肚子里面的孩子考虑 程总 辛苦了 老李 阿姨 请进 妈 妈 房子挺大呀 你的 也够有钱哪 叶小晨 你本事够大的 知道傍大款了 妈 我跟你爸爸这一辈子本本分分的 怎么有你这么个女儿啊 我没有 妈 阿姨 你给我们个脸都丢尽了你啊 真的 你撒手 妈 我没有 没有 没有 那沈猴怎么说啊 你不是因为傍大款把她甩了吗 你告诉我 这肚子里的孩子谁的 说 妈 有本事做不敢认你是吗 你跟我说这到底是谁的 阿姨 这孩子是我的 不是 妈 你听我解释 这怎么回事啊 你们这到底做的是什么事情 妈 妈 妈 我都 妈 我都没脸 妈 妈 妈 严志强 你怎么养出这么个闺女 我说不让你上上海 不让你上上海 上上海你就学这个呀你 你听我说 不要脸哪你啊 我都觉得没脸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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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你这么个女儿 我不是你妈 妈 你听我说 这孩子不是她的 这孩子是 老师 阿姨 这孩子就是我的 刚才小程跟我支气呢 所以才说这孩子不是我的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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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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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小程有男朋友 你为什么要这么知道 男人情 没有什么事 这两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现在这怎么办呢 阿姨 您放心 我一定会跟小晨结婚的 我会对她负责到底 给她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 我是真心爱她的 真是 真是 看来现在只能这样了 可是 你搭好的条件 你怎么就甘心被我这么耽误啊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现在也不着急结婚 你也没耽误我什么 我只是在我空闲的时间里面 帮了你有小忙 结婚对你来说 就只是个小忙啊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是绝对的 怕没有绝对的好 也没有绝对的坏 今天事情就发生了 那我们就坦然面对 如果 如果你遇到了你喜欢的人 如果你遇到了你喜欢的人 一定要告诉我 我们就马上离婚 好 我答应你 等过了这关 将来的事情我们将来在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关系 就这么拍吧 好 来 一 二 这不会是假症吧 妈 您放心 这肯定是真的 我下午就回去了 程志远 你看 光领了证是不够的 你们两个做出这样的事 丢尽了我们老颜家的脸面 怎么挽回 还要看婚礼怎么办 妈 您放心 我一定会让小陈 风风光光地嫁过来的 等婚礼的事准备好了 好 我们就回去接您 结婚请柬就这么发了 你真不打算做点什么了 你觉得我能做点什么呀 乔宇 你住学一下 我有话要说 我要休假 休长假 我最近实在是太累了 我要去欧洲 机票和酒店都订好了 你什么都不用说 我一定要走 不过没说我不放人 你确实应该好好休息一下 玩得开心 不管你休多长时间的假 都是带新的 程总真慷慨 那我不客气了 对了 程总 抽空把你们家密码所的密码换一下吧 万一 万一哪天我喝多了酒 再去你们家 程太太该误会了 我上周已经改了 你说这些东西 我们把你担当务那 fast 翘总 撑得好看吗 那天拿来 你担当务了 行了 别看了 忙你们的 怎么了 对不起 我就是要来跟你解释这个事情 我和陈总是假结婚 因为我怀了沈侯的孩子 但是 我和他现在不能在一起 所以陈总就帮我 隐瞒这个事实 用婚姻 帮你 这个其中有太多事情 我不知道怎么去跟你解释 但是 我和他真的就是假结婚 我俩不掺杂任何感情 你没有掺杂感情 不代表他没有掺杂感情 等我渡过这一关 我会第一时间跟他离婚的 什么时候 把孩子生下来的时候 我无话可说 请你出去吧 对不起 也没有出场 哪有什么意思 你不跟他想这些事 我只是不理得 习近了 是不是 你不怎么会 好诸福 你不觉得有什么 这种人 你不能当年 我问你 他只能不能感动 幸福刚刚来敲门 我不曾过问 仙姐 你觉得走了能解决问题吗 不然呢 留下来 让所有人谈笑话 我送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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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还会回学要跟着我干什么呀 你就这么出国了 就带一个包 有什么事不能买的吗 你觉得你这是一个成年人的成书之举吗 你考虑过自己的安全问题吗 你的证件贷权了吗 你的酒店订了吗 还有你在巴黎有朋友吗 下飞机有人接你吗 这些你都不考虑 你就一个人走了 你不觉得你花很多吗 我不觉得啊 我觉得 现在离飞机起飞 还有四个小时 我先带你去买东西 好不好 我不想跟你 继续在这个地方 磨叽 我只知道 越早离开这儿 就越早能找到我的真爱 你把东西买全了 也不耽误你寻找真爱 走 让开 让开 好远的真 谢谢 回忆偷走我的青春 有你来偿还 不过直到心意只剩 无力在修成 生理死给一尽礼拜 只剩下这份爱 足够追向我伴 直到感情 我都抓坏了吗 走走我的青春 没有 是她让你来的 这次不是 想哭就哭吧 反正高空凉弯尺 没人看得见 这不小爷吧 回来看你妈了 玩好了吗 你看啊 这不是老爷子的闺女 她榜上大款了 这女婿看得挺有钱的 得那么多礼品 老刘可有福祉 妈 妈 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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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水 喝水 谢谢 请坐 你也请坐吧 真是丢人哪 生了 生了这么个女儿 上回跟你说的 能做到吗 婚礼的事情 我们已经在准备了 您放心 我保证让小晨架得风风光光的 让人无话可说 还有 我跟小晨商量了一下 想接您去上海 从今往后 和我们一起生活 你好有钱哪 怪不得邻居们说 我家小晨很有本事 上次带回来那个穷小子 姓沈哪 说揣就揣了 妈 怎么了 闲凭爱富 还不让说了 可是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是什么样啊 说不上来了 说不上来我说 叶小晨 你可别忘了 小的时候你爸是怎么教育你的 是 信沈的那小子是穷 可是穷是他的错吗 你们还年轻 只要愿意努力 还怕过不上好日子 你说你 学得也好得不会吗 静学这些 有些爱慕虚荣的东西 我年轻的时候要像你这样 就没你了 行啊 行什么啦 天天街坊邻居 戳几两骨地骂着 你把你爹妈的脸都丢尽了 我爸现在要是还在 他肯定会相信我 我爸在现在 你不该乱得还在 他妈上来 我爸在哪里 我妈在哪里 你不怕 对不起啊 我妈她 你妈她其实为了你好 怕你也不小心看错人 不过你放心吧 我跟你妈已经说明白了 她收拾收拾 今晚跟我们一起去上海 你怎么说服她了 当妈妈的 都是为了女儿照相的 虽然你妈脾气不太好 但还是很在乎你的 谢谢啊 还说谢谢啊 服务员送来的 说是你老公嘱咐的 我们程总要照顾那么多客人 还能在百忙之中 照顾我们新娘子的胃口 是不是很贴心啊 看见我妈了吗 看见了 在楼下呀 程志远专个派车去接你们家亲戚 爱迎接呢 程总好 亲朋好友都已经入席了 我们下去吧 开心点 程总 这你就不懂了吧 去见证了 就不懂得贴心啊 我们想要贴心 是您的 不是 我们小陈就说有点紧张 是吧 小陈 太配了 古人说的一对逼人 就是在形容你们了 程总 程总 我说您也太狡猾了吧 打着西式婚礼的幌子 连迎亲和闹洞房都省了 不过要是这么容易 就让你把我们新娘的那 给接走 那我们娘家人的面子 往哪儿搁呀 是吧 卫童 早就准备好了 卫童 这冲总 谢了 我不是想傻 就把小辰累上了 一生就累这一次 我堂姐和表姐说呀 说举行婚礼的时候 觉得又累又闹腾 但是过后啊 都是非常珍贵的回忆 快走啦 快走啦 走吧 这条花道不长 我却感觉自己 想走了二十多年 告别我今生的最爱 走向对陈志远的亏欠 我收捧着陈志远 为我准备的白色玲蓝花 是她期望我 坚强面对余生的主缘 这每一步 我都如踏着我的前身 再见了 陈志远 再见了 陈侯 我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里 但希望 你的未来 一切安好 是命运的指引 让这一对有情人 在这茫茫人海中 相遇相知 是命运的指引 是命运的指引 今天我们欢聚于此 就是为了共同见证 他们正式地进入彼此的人生 在此之前 我想请新郎和我们分享一下 属于你们自己的故事 比如 为什么以蜗牛 作为婚礼的主题呢 其中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因为啊 这是我太太 送我的第一份礼物 那年圣诞节 我送了一份圣诞礼物给她 她要回礼 却没有准备好 所以我就问她要了一个 她挂在包上的挂坠 那个挂坠就是蜗牛 那个挂坠 我一直保存着 它对我来说 有着重要的意义 因为我觉得 我的太太 就像一只卧鸟 在外人面前 一直有着坚硬的外壳 保护着自己 和她爱的人 甚至会给人一种感觉 是难以接近的 但如果你真的走进 她的生活 走进她的心里 你会发现她拥有一颗 非常柔软的内心 我希望我可以永远 保护她这份柔软 往后余生 因为有我 一直幸福下去 下面 有请伴郎伴娘将戒指 交给两位新人 戒指 戒指是原型的 没有开始 也没有终结 这就像两位的爱情一样 连绵不断 永不停息 下面请新郎 牵起新娘的右手 将戒指 戴在她的无名纸上 她将帮你锁定 你一生的幸福 和你忠贞不育的爱情 新郎程志远 你愿意从今以后 无论贫穷还是富有 无论环境是好是坏 是健康 是疾病 是成功 或是失败 都会爱护你的妻子 严小辰 与她同甘共苦 携手共创 美满的家庭 一直到你 离世的那一天吗 我愿意 现在请新娘 帮新郎戴上戒指 新娘严小辰 你愿意从今以后 无论贫穷 还是富有 无论环境 是好 还是坏 无论健康 还是疾病 无论成功 还是失败 我们同甘共苦 直到离世的那一天 无论环境是 无论环境是患者 无论环境是患者 是健康 是疾病 是成功 或是失败 都会支持你的丈夫 程智云 一直到你 离世的那天吗 我愿意 好 新郎 现在你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 我宣布 礼成 七娘 你现在可以抛出你的手捧花 把你的祝福送给所有的亲朋好友 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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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吃 小春 小春 我好吃 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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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兰花的花语是 幸福再次来的 也是竖女之类的意思 送给你再何时不过了 希望你和你爱的人 能够永远幸福下去 希望我们都能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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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